2018年8月17日都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,一代更比一代强,但是在NBA不是这样,很多球迷都会向往没有亲眼见证的乔丹时代,作为联盟第一人的詹姆斯。 虽然各项数据指标都能进NBA历史前列,但是各种排名都难以超越不了乔丹,甚至是曾和乔丹一起三夺总冠军的罗德曼,更是说如果詹姆斯生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,那他就是一平均水平的球员。 这种评价太伤人了,詹姆斯怎么也是联盟第一人呢?代表着现役联盟最高的水平,罗德曼这句话是泯灭了现役所有球员的努力。 不仅仅是詹姆斯,库里杜兰特等球员也都曾被NBA名宿质疑过,很多NBA名宿都骄傲地说他们那个时候不抱团。 巴克利还讽刺过库里,说跳投球队不可能拿冠军,很多名宿和老的球迷。 对于库里的打法都是不屑一顾的,这时候詹姆斯就出来说话了。 詹姆斯表示,他对自己和库里遭到前辈的贬低,感觉很糟糕,但是心中很尊敬这些为他们铺路的前辈,所以不会去争执。 科比邓肯为我们铺路,我们为斯蒂芬克来铺路,这种感觉很棒,但我退役之后一定不会抨击任何后辈,不得不说詹姆斯行商真的很高。 这番话一出,简直是俘获了全联盟的人心啊,还啪啪打脸质疑者,你怎么看?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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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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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茜